大家好, 這一部是多功能煮食鍋 它有五個配件 可以幫你做小丸子, 蒸東西, 焗蛋糕 甚至煎東西也可以 我們先看看它的說明書 原來它有四個火力 攪拌可以幫你做薄餅 蝦可以煎牛扒, 做章魚燒 打麵糕也可以 它還有一個保溫功能 不過最棒的是什麼? 就是它的外形, 你看它 粉紅色, 再加上金色的 就像我, 放在家裡一流 我平時做心形牛扒給我老婆 但這次我小顯身手做牛扒粒 給大家看看 說明書說如果做牛扒 做牛扒粒也好 都是介貨來它做高級的 還有燈 我喜歡選多些肥膏的地方 這塊好像有很多肥膏 平均分佈, 可能做八塊 做給我們的攝影師、導演一起吃 這個煎盤有蝦紋 令整塊肉更容易熟 如果是這樣的設計全熱又快 平時我們看到牛扒 有條條的蝦紋 很高級, 差不多了 我現在把它調到保溫 我現在聞到很香 很棒 不錯, 大家過來一起吃吧 好, 這次對於我來說是月級挑戰 對於我來說, 牛扒也煎過 但小丸子真的沒試過 現在先試試 將它調到最高 就像剛才說明書所說 如果做漿魚小丸子的話 根據我小時候的記憶 擦擦是會先加些油 塗到全部都有, 真是要內心 這個時間當然要馬上加我準備好的 小丸子漿 我先從中間開始加起 正常人應該從邊開始加 對 真的嗎? 現在撕碎很均勻 因為他真的很少做這些 我只有一塊, 你只有一塊 你只有一塊, 你想怎樣? 都衝出來打我 感覺到它開始凝固了 小丸子雞要有章魚 這個爐煮熟得很快 現在我們先把它切開 其實是容易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你們看到的盤 上面有些蝦紋 一切就能切到 因為它已經熟得差不多 我不如把它翻開 這個翻得有點失敗 不要緊, 我們還有很多可以試 對於我來說 我真的新手來, 我沒試過做小丸子 我只是覺得看著人做, 很治癒 但我沒試過自己做 做成這樣已經不錯 至少我沒想過可以做一個 球體的形狀的小丸子 10分的話, 我會給9分 為什麼呢? 第一, 它操作簡單 有四個火力給大家選擇 第二, 它火力均勻 無論中間還是旁邊 其實火力都一樣那麼多 第三, 它容易清潔 不用太用力散 其實已經清潔得很乾淨 所以它的性壓比是夠高的 那一分差在哪裡呢? 我覺得它應該加上一個時間掣 那就非常好 不用啊 小丸子 感谢观看